65岁的林清玄走了,正如其作品《莲花开落》中的莲花,在雨后悄然凋零。 1月27号,林清玄告别室在佛光山台北道场举行,这位知名作家的亲朋好友从海内外前来,向一项鞠躬告别。 现场,林清玄的遗像置于鲜花之上,照片中,戴着帽子的林清玄左手靠着椅背,侧身微笑望着前方。 近日逝世的林清玄,1953年出生于高雄骑山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,出身清贫,她小学时以阅读为乐,中学在台南学习期间,她边求学边写作,向报社投稿,也曾出海捕鱼,当过码头班运工,在屠宰场兼过职。 1972年,北上台北读大学,毕业后,在中国时报等媒体任职。 告别室现场资料显示,林清玄20岁出版第一本书《扬远已唱千千遍》,21岁出版《莲花开落》,此后她创作不断,成为台湾最高产作家之一, 曾连续十年位列台湾十大畅销作家,祖籍福建漳州的林清玄,近20年来频繁往来与两岸之间,到访过大陆数百个城市。 据介绍,她的作品与《时间赛跑》、《桃花心目》、《斜将的儿子》等入选大陆语文教材,阳光的味道还曾入选大陆高考试题。 她曾表示,两岸交流,走在最前面的应该是文化。 告别室现场,摆放着北京浩读文化出版公司等两岸各界机构、人事、致赠的花篮。 据媒体报道,林清玄因心肌梗塞在睡梦中走得很突然,告别室上她的亲朋好友,献花至词,记哀思。 清玄,我相信你那么能写,那么爱写,以后一定还是坚持每天三千字,只是再也看不到你的手稿了,再也没办法帮你出版了。 今天是清玄的日子,清玄曾经说,生命是那样美好,建议大家多做深呼吸,体会空气的清新,体会事物的美好。 她告诉我们,时时要保持一种爱,学会欣赏美,唯有美和爱,才是心灵的故乡。 她说,快乐,活在当下,既新既是完美。 在告别室的生平介绍影片中,林清玄的女儿也用文字追忆与父亲的就与时光。 你说,文学是你的翅膀,你靠着文学走向远方,走向世界。 对我来说,你的生命不仅定只有65岁,你写过的文章都是你留下的生命。 你的文学跨越时光与距离,让所有人在想念你的时候,随时都可以和你相见。 在台北佛光合唱团演唱的《浮生若梦》等歌曲中,林清玄的亲朋好友默默地鞠躬告别。